下跌後暴漲 日元匯率上演過山車行情 昨天上午是一度跌破了 一美元兌換160日元 而下午呢 卻出現了迅速的回升 一度升至一美元兌換 154.5日元左右 物價不斷走高 日本民眾生活負擔加重 原額も含めてなんだけども かなり物価が上がって 仕入れ価格が上がってますね こっちの嫁さんとかも 日元跌跌不休 誰在受益 誰会受損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財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玲 最近日元加速貶值受到了多方关注 4月29号也就是昨天 日元兌美元一度跌破 160日元兌一美元的关口 可在随后的半小时之内 又突然暴涨超过400点 回升至大约155日元 对1美元的水平 此前155比1曾被市场视为 日本财务省的底线 认为日元跌破这一水平 当局就会出手干预 昨天的这波汇率起伏 是不是日本金融当局干预的结果呢 日元近期的持续下跌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 它对日本经济会产生大些影响 围绕这些相关话题 演播室今晚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 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么关于日元昨天的表现 财经频道在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李希文 稍早前曾发挥他的观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所得的位置是 东京证券交易所附近 那么大家现在从我身旁的这个屏幕上 可以看到许多的相关的数据 我们也了解到呢 目前日元汇率呢 是在一美元兑换156.7日元附近 那实际上日元汇率昨天呢 是走出了一波过山车行情 在亚洲外汇市场上 昨天上午是一度跌破了一美元 兑换160日元的关口 再次刷新了约34年来的 新低 而下午呢 却出现了迅速的回升 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4.5日元左右 外界纷纷猜测呢 日元回升是由于日本政府 出手干预了汇市 那么多家日本媒体是指出呢 日本政府很有可能在昨天 进行了不对外公开的 所谓隐形干预 市场普遍是认为呢 即便日本政府出手干预 也是只能起到降低日元贬值速度 拖延一些时间的作用 那对此有专家就预测 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行情 迟早会成为常态 谢谢倩文大会的观察 29号日元的这一波急跌和迅速回升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市场猜测日本金融当局 是出手干预了 但是没有得到确认 日本当局的干预 到底是否和这件事情相关 而它的干预又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江老师 我们看到日元最近有这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后来又有一点这个反弹 那么这个呢 跟最近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决议 还有日本央行继续保持这个不加息 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在这之前呢 大家认为这个日元已经就是跌破这个要跌到这个150的关口了 但是发现日本央行呢 始终对此就是无动于衷 放任这个汇率的继续贬值 所以呢市场就对这个汇率进行了进一步的下探 尤其是看到这个美元呢 它可能降息的概率还比较低 同时日元呢 又没有这个继续加息的这个可能性 那么这种利差呢 会持续保持一个高位 使得这个套汇交易啊 还有相关汇率市场这种卖空交易就会越来越多 从而引发了这个汇率的一个大幅下跌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小的反弹 这个反弹呢 有人怀疑说是是不是央行在出手啊 对 因为大家一直在期待 就是或者在猜测 这个可能在出手 所以就导致可能任何的买方 都被认为是这个央行在出手 那么其实这里面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止盈盘呀 获利盘呀 它的一个止盈盘在这个交易 也未必一定是日本央行的一个交易 但是市场呢 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猜测 导致了这么一个小幅的反弹 那您觉得如果日本央行要干预的话 会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这个主要是看 就是我这个汇率继续贬值 带来的这个坏处 是不是会严重影响到 我央行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央行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维持通货膨胀 稳定在2%以上 那么只要这个汇率的贬值 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长期目标 那么央行应该基本上不会出手 刘老师觉得近期汇率的波动里边 到底有没有央行干预的痕距 日本当局现在的心态究竟是怎样 其实呢 他和与其说不想干预 说完白了的话呢 其实他没有办法去解决 就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一个两难 或者是一个多难的问题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融领域 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啊 就是说一个呢 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一个呢是独立的货币政策 一个呢是相对稳定的汇率 这三个你只能这个三选二 对吧 你不可能这三条的话呢 都达到 所以呢对日本来说的话呢 你资本的自由流动 那你不可能变的 对吧 那么另外的话呢 你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政策 这一点的话呢 因为像欧洲国家 或者其他很多大世界上 很多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美联储掌握也掌 那么就是说我跟着你 但是日本的话呢 现在出于他自己特殊的情况的话呢 所以呢他不跟美联储啊 他所以保持自己的 独立的货币政策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你就不可能保持 你货币的稳定啊 所以呢那就是因为有这一条 所以大家就刊定了 就是说你那个货币的话呢 那我肯定会做空货币 因为这么确定的事儿 对吧 我做空货币的话呢 日元的话呢 我肯定会赚钱 所以的话呢 无论是国际资本 还是这个老百姓是吧 那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而且这个预判的话呢 不断地被重复 不断地被验证 所以的话呢 大家当然要这么干 所以大家都来薅日本的羊毛啊 因为这只羊太确定了 它就趴在那个地方让你好 那如果日本的当局 或者日本央行 要出手干预的话 你觉得大概率会通过 什么样的手段呢 那就是说你 你卖你的美元的美债 对吧 卖你的美债的话呢 来通过汇率市场的话呢 来干预汇率 但是呢 一方面的话呢 你在人为的干预汇率 而且同时的话呢 你原来的美债 是多少钱买的 如果你现在的话呢 你再去卖掉的话呢 那你现在你就亏了嘛 所以的话呢 不到万不得已的话呢 那他现在呢 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我再看一看 是吧 那么就是说 因为毕竟是一个 有利有弊的事情嘛 所以呢 还可以再忍受一下 再看的 走着瞧 江老师觉得有哪些手段 这个手段 除了刚才刘老师讲的 我觉得可能终极手段 就是联合这个 其他金融当局一起加息 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 用起来是要慎之又慎的 因为日本就是刚刚进入到 他们想要的这种 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么一旦加息的话 万一再扭转 回到原来的长期通缩的话 这个对日本经济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以在当下这种情况下 日元的贬值 其实日本央行 在一定程度上 是乐见其成的 所以加息这个手段 应该说近期 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对 那么近来呢 在能源和原材料等方面 对海外依赖度较高的 日本企业 受到日元贬值的影响 生产成本被进一步推高 这导致日本国内食品 及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 日本当地民众的生活负担 也进一步加重 我们来看短片 清水横章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牛排店 店里使用的食材 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的牛肉 清水表示 日元贬值 令进口食材的成本明显上升 此外 水电费及人工费 也都在上涨 清水表示 为了应对成本增加 他们只能提高菜品价格 但经营也将由此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进入4月份以来 日本出现一波明显的涨价潮 其中食品数量超过2800种 半年来首次超过2000种 主要涨价的是各类加工食品 占到涨价食品总数的七成多 其中包括火腿 香肠等肉制品 以及冷冻食品 以主要肉制品厂商为例 部分产品的涨幅达到25% 家族の嫁さんとかも買い物行くときは必ず セール品30%オフとか時間によって20%オフになったりするものを割と買って 給料はあまり上が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物価が上がって食費がすごい高くなっちゃうので その辺はちょっと厳しいかなっていう 輸入物の缶詰とか本当にスパムなんかも今まであれ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きちゃって もう今すごい最初の頃から300円ぐらい上がっちゃってますよ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なんか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 今まで買ってたの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看完刚那个短片 我们也会思考日元汇率的不断下跌 到底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那这个利弊又集中主要在哪些方面 哪些主体会受益 哪些主体会遭到损失 这个日元贬值它确实是有利有弊 现在明显受益的行业的一个就是出口 日本是一个出口驱动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日元贬值其实大幅的拉动了 它的出口对它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作用 其次我们看到这个旅游是特别受益的 就身边有很多人都在想着去盘算 打算去日本旅游去购物啊 然后买试食品啊 所以日本的这个旅游已经达到了 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新高啊 这个人数 这个当地的酒店也在不停的涨价 旅游这个收入非常高 这个旅游团体就是非常的这个开心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外投资 我们知道其实日本 它是这个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这个海外投资 那么这些海外投资 其实都是以日元以外的这个货币啊 美元资产啊 还有亚洲的很多资产 那么这个日元贬值 其实它的海外投资也是大幅收益 大幅增值的 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个经济来 经济体来说 它其实在海外的这个投资 也是在大幅增值的 其实虽然它本国的这个货币在贬值 但它总体的这个财富 也许总体还是在上升的 那弊端体现在哪些方面 弊端的话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民众的生活 因为日本也是在能源方面是强烈依赖进口的 这个日元的大幅贬值呢 导致这个能源价格飙升 所以这个刚才视频里也讲到 就民众的这个成本大幅上升 但是日本它有个好处是什么 它这个给了民众很多的补贴 一个是工资涨了5%以上 同时呢在用电上呀 有很多的补贴 尽量的去缓解这个贬值给老百姓啊 带来的这种成本的上升的压力 刘老师觉得利和弊谁更大一些 反正是几家还了几家筹啊 现在就是两类了 一类是这个赚美元的 一类是花美元的 这两个他们都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啊 赚美元的啊 就像丰田啊 是这样的一些企业 它出口或者在国外有投资 然后呢 它赚到的美元呢 和日元一算的话呢 那它就是利润率提高了嘛 所以股市也上涨啊 那么这是 但是另外呢 还有花美元的 花美元的 就是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国家 对吧 它的97% 98%的石油和这个天然气 都是要进口啊 每天要进口350万桶的石油啊 这个价钱 现在你想啊 这个汇率一变动的话呢 20% 30%的这样的一个汇率的贬值 那你就要多花那么多钱啊 还有你吃的大白菜 你吃的大葱 你吃的大蒜 所有的这些 除了谁产品 日本自己产啊 那么你都要进口 那这些钱都花 最后这个成本谁呢 肯定是老百姓嘛 对吧 所以呢就是说 还有一些小企业啊 在日本的这个经营的这样的一些小企业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 对于这些日本的这些 大的这样的一些财团 这些企业是有利的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和小企业来说 相对而言的话呢 肯定是有冲击 但是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毕竟你汇率下跌 它是整个的国民收入 被收割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虽然有一定的好处啊 虽然有一定的啊 比如说旅游者的确是 来了也带动一些就业 但总体上来说 就是这个局面的话呢 可能也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局面 嗯 那考虑到这些弊端 江老师觉得日本的央行 会因为日元的贬值 而它去调整它的货币政策吗 这个很难 日本央行的这个首要目标 是保持它的通胀维持在 长期维持在2%以上 所以它不会轻易的 因为日元的一个贬值 而去调整它的目标 除非这个贬值导致了 通货膨胀的一个改变 而且导致了通货膨胀的 长期预期的改变 比如说我这个持续贬值之后 导致我的进口的能源价格非常高 以至于我的通胀已经 就是太高了 远远高于了我这个长期稳定 在2%的这个目标上 我才可能去调整 我的这个货币政策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一轮的日元贬值 是从2022年初开始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来简单回顾一下 美联储于2022年开始 激进加息应对通货膨胀 对世界经济造成 严重负面外溢效应 多种非美货币大幅贬值 多国央行被迫加息 但日本央行却受制于 国内通货紧缩形势 而坚持负利率政策 随着日元和美元的息差迅速扩大 日元汇率一路暴跌 2022年初 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 同年10月便跌至近152 期间跌幅超过30% 日本政府被迫三次下场干预 以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方式 拉升日元汇率 今年3月日本央行宣布 结束持续8年的负利率政策 但仅仅将政策利率 从负0.1%提高到0至0.1%区间 并未能遏制日元贬值势头 现在有一种判断认为 一美元兑160日元或许将成为常态 这个说法到底可信吗 那么日元汇率未来的走势 都取决于哪些因素的变化 江老师 我认为日元或许会在150的心理关口之下 持续地保持一个低迷 当然可能有人认为说 已经跌到这个历史 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了 可能已经到底了 但是在我看来 就是反而是因为 大家一直以为150是一个心理关口 是牢不可破的 所以当这个关口一旦破掉之后 其实现在市场上 这个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教员说要看到170 甚至还有很夸张的说看到240 所以这个市场的预期 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这个日元的汇率 可能大家就会更加地去看跌 所以它可能会长期保持 不是长期 它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 保持一个比较低迷 那么它这个什么时候就是会反弹 或者它的这个核心因素取为什么呢 其实最核心就是美元 就这个美元的降息与否 是影响这个日本 这个日元汇率走势的最关键的因素 它现在贬值的核心 就是日元和美元的这个息差 一直保持在高位 那么又同时我们目前 又看不到这个息差缩小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日元汇率 就是一直在持续走低 但是在未来来看的话呢 美国经济现在依然非常好 我们暂时还看不到美元能够马上进入降息的一个可能性 因此的话这个状态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那么未来美国什么时候会降息 那肯定就是美国的经济开始走向一定的变冷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美元可能会进行这个降息 来刺激这个经济增长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待观察的 刘老师的判断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呢 可能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很难改变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 目前的这种状态呢 其实也是它为了重振它的这个制造业 重振它的经济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举想 因为这个这段时间日元下跌以来的话呢 它还是引发了这个不少的这种国外的投资 进入到日本 包括甲鲁文 亚马逊 还有这个包括台积电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 投资日本 日本的话呢 那觉得那就是说我的日元下跌的话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振日本的这个制造业 那是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呢 你现在看呢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 你也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 因为你日本的整体的人才的体系也好 还有你的劳动力的价格也好 你已经不太能够支撑更多的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发展 所以的话呢 可能也是一厢情愿 另外呢 我们还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日本呢 现在这种日元的下跌呢 在三轮的 就是从2022年 这种这个下跌 这个美元的这个利率提升以后呢 它已经这个下跌了三轮了 在这三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 比如韩元 包括泰铢等等的话呢 它的下跌是最狠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呢 可能有给大家这个挡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呢 就是大量的资本的 国际资本的话呢 都愿意进入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话呢 它的这种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 它的这种 这种投资股市的 可投资的这种 包括啊 我们可以从银行里面 日本银行里面 借到很便宜的钱 然后来投资日本的股市 这样的话很赚 所以呢 这样大量的资本 进出日本的市场 其他国家呢 反倒可能就是 受的影响会小一些 那日元的这样一个表现 以及有可能这样一个 货币政策的调整啊 江老师觉得 对于亚洲其他国家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日元 如果持续这样贬值的话 它的出口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那么对我们整个亚洲的 其他国家 甚至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啊 会带来一个冲击 那比如像我们中国 就是这个 主要是出口大国 那我们的出口 如果跟日本有一些竞争 比如说性能源车啊 这些 我们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冲击 另外旅游业 也会受到很大打击 你看日本这个 汇率贬值之后 大家都蜂涌进入 日本旅游购物 那你像东南亚呀 新加坡呀 他们这些国家的旅游业 都会受到打击 所以呢 这些亚洲国家 还是会受到日元贬值的 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个影响呢 也就是综合的 就是说 现在你很难说 这个影响的话呢 对哪个国家 就是会大或者是小 因为对日本来说的话呢 它的制造业也很多的话呢 已经扩散在全世界 全世界 就是说它不像我们早期 比如说中国 我们的这种出口啊 我们要大量的靠我们的廉价 来进行在世界的市场上的话 进行竞争 它现在的话 更多呢 是在全球布局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单纯的说 从日本的汇率的变化 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变化 江老师刚才说的 那是有一些因素 但是呢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目前为止的话呢 因为它自己的这种 波动的比较大 所以国际资本还是更多的 这个 在日本的汇率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兴奉作浪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日元贬值的好处固然不少 但带来的问题恐怕更多 为此 日本央行不得不公开表示 对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 保持高度关注 但其所能采取的干预手段 能否扭转日元中长期的跌势呢 这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毕竟难题的真正根源 是日元无法摆脱美元影响的实质 只要美联储一天不打算扣动降息的板击 日元与美元的巨大利差 就难以真正改变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杨士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